可能也是因为美国量化宽松退场 加上外界预期人民币会升值 国际热钱是大量涌入中国大陆 今年1月大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达到了107.6亿美元 比起去年同期增长了16.1% 是远远超过预期的2% 而人民币的部分最近半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在6.1050附近变化不多 而去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.09%